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大结诸青年每一年会选十位 有一位是在医学研究类 所以他们前后是医学研究类的当选人 然后这么多年来对国家有非常多的贡献 那么我们今天分两个阶段 我先介绍第一阶段 是由朱树新院长来跟我们演讲 朱院长生在一个苦难的年代 民国26年出生的 对吧 那个时候战争刚开始 然后他到了台大医院 台大的医院的毕业生 然后从医院里面 一直从住院医师 组织医师 教授 最后在1996年 做到了 1995年做到了台大医院的副院长 后来被亚东纪念医院理聘 所以目前是亚东医院的院长 他曾经到过美国德州 去做研究员 在医学界 也到El Salvador 在那边担任过心血管的顾问 那么这个朱院长造福人类非常多 那我们现在就请朱院长来谈一谈 这个心脏移植 以及我们碰到的一些问题 要怎么样来处理 好 我们请热烈欢迎朱院长 请放第一张 林社长 副校长 副院长 还有杨主编 朱教授 各位贵宾 各位先生女士 大家晚安 现在利用这个机会 向各位介绍一下 心脏移植的发展与展望 心脏的功用 是什么 大家很清楚吧 我们看一看 回顾一下 我们古代对心脏移植已经有记载了 下一张 列子唐文篇 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故事 鲁国的公父跟赵国的情两人有病 同请贵怯求知 贵怯告诉公父说 乳智强而弃弱 欺应智弱而弃强 两个人刚好相反 所以贵怯就说 若患乳之心 则均于善 把你们两个的心叫患 你们就好起来了 现在想有没有道理 他认为心脏是跟思想情感有关系的 然后贬罪 睡晕二人毒酒 这回毒酒就是麻醉药 根本不是毒酒 当时还没有气体麻醉药 也没有静脉注射 所以用喝的 迷死三日 大概剂量过度 补胸探心 把胸部打开 找到他的心脏 两个心脏交换 头与神药 可能当时已经有看排斥药了 几乎如此 醒过来以后就像 没有开刀那样好 当然这个那时就想象了 以现在的技术来讲 根本不可能 表示刚那时有这样的观念 下一张 那心脏是血流的Bump 只是负责血流推动而已 跟感情思想没关系 但是很多人都说伤心 心情不好 外国人也说Blocken Heart 他们都认为心脏跟情绪有关系 各位晓得为什么吗 因为心脏受交感神经的作用 你兴奋生气 这里就蓬蓬跳 然后就觉得这里不舒服了 所以大家都认为心脏是跟感情有关系的 其实是因为你生气 如果小女生看到他喜爱的男生的话 就胸口有如小鹿乱窗一样 这个就交感神经的作用 下一张 心脏医治的先决条件 要认定脑死就是死亡 即使心脏还在跳动 这很难接受 不只是一般人很难接受 连医护人员也很难接受 这就是我们跟魏教授 一直在呼吁国内健身习惯 认识脑死 因为有时医师认为他心脏还在跳 我怎么能够牵他牵心脏 我要做心脏医治之前 我要说服自己 心脏在跳动 我把它拿下来 我心里也有不安 所以我要做之前我也犹豫不解 下一张 后来我看到这个图片 这个故事大家都晓得吧 对 路易十六上段楼台 这个小姐答得很好 他头被切断那一刹那 以我们医学的常理来判断 他心脏一定还在跳动 跳到他不会呼吸 氧气不够或者血流快完的时候 他心脏才会停止 如果以现在的医学 把流血的血管结扎 给他输血 给他切断的气管再插管的话 没有头的路易十六可以再活一个礼 一拜 问题是路易十六什么时候死亡 应该说他头断掉那一刹那 他就死亡了 无论他心脏还会掉 我看了这个图以后 我常常说服我自己 我才安心的去做心脏医治 否则自己也不放心 所以我常常在切目期间 就用这张图来比喻 下一张 脑死判断是非常严格的 我们要拿他的心脏之前 要经过脑死判断 脑死以后 就是脑干没有什么反射 没办法自行呼吸 在这各位 你自己停止呼吸 看看你的手表 看你能不能一分钟不呼吸 试试看很难 但是我们判断脑死的时候 要让他脱离呼吸器 十分钟没有呼吸 才判断他脑死 而且判断两次 第一次判断脑死以后 不放心 四个小时以后 才判断第二次 然后再宣布脑死 这个人器官都可以拿了 已经死亡了 下一张 其实脑死是现代的问题 古时候没有脑死 古时候的人一脑死 呼吸就停止了 因为脑干管呼吸 脑死就不会呼吸 呼吸停止以后 心脏缺氧 心跳都停止 就死亡了 现在一些使用呼吸器 暂时维持心跳 但是心跳需要脑中师的荷尔蒙来 没有脑中师的荷尔蒙 他一个礼拜也会死亡 所以脑死是现代才有的问题 以前脑死就是死亡了 也就是用呼吸器 我们才能做心脏医治 脑死以后心脏机器跳动 可以跳动一个礼拜 下一张 哪些人应该做心脏医治 就是心脏缺末期的病人 还有没有严重的疾病 如果他有癌症 有什么 艾滋病 那当然不适合 我常开玩笑说 艾滋病人最适合做心脏移植 因为他不会排斥 他自己的美力系统 都已经被破坏掉了 下一张 所有的器官都能用活人间症器官 肺脏可以用活人切一半 肝脏现在国内做的最多是活人的肝脏间症 肾脏 活人也可以两个 活人可以间症一个 我有心脏一定要脑死病人 病人不能用活人 我刚刚开始做心脏的时候 报纸医师说 台大院有个病人要死了 有一个小姐很热心 她就打电话来说 她要见证心脏 我说是你的谁 你的亲戚还是谁 她说不是 是我本人 我说心脏只有一个 间了你就没有了 她说嗯 电话那边停了一顿子说 好 谢谢你 挂断 好 谢谢张 那器官要立法 器官移植 器官条例 76年6月就立法了 所以在台大 我是在76年7月 就做了第一个心脏移植 后来国内觉得 心脏移植一定要脑死判定程序要立法 所以9月就立法 那时候我们虽然没有立法 但是还是按照国内判定老师的程序 很严格来判断 下一张 所以在台湾第一例心脏移植 是在民国76年7月17号做的 大概理现在21年前 下一张 心脏移植的种类 有正位心脏移植 你心脏不行的 给你窃掉 换上一个 有所谓一位心脏移植 你心脏不行的 但是要种给你的心脏 可能太小 或者本身也并不是很理想 如果把你自己的心脏切掉 再种下去 可能这个心脏也不能符合 所以我看到这样的心脏 我就给它种在旁边 变成一个人胸上有两个心脏 有个是心非一起移植 心脏不好是因为肺高压引起的 或是其他问题引起的 就是心脏跟肺脏同时移植 下一张 正位心脏移植 下一张 就这个心脏 不好的心脏切掉 有患上一个这样的心脏 下一张 那一位心脏移植 有个媒体记者 喜欢把它写成双心人 他确实是双心人 下一张 不要挡到胡愿张 这就是自己本来的心脏 那我们这个比较小的心脏 就给它种在旁边 两个心脏就 负起循环 这两个心脏 心房都相同了 血管的相同 所以等于这个病人的循环 有两个心脏来负担 像种下去以后 各位要不要想想看 它两个心脏是一起跳 还是各跳各的 还是不一致 赞成一起跳的请几手 赞成各跳各的 我也叫做几手的就对了 表示各位都还是喜欢同心协力 大家一起跳的很多 因为心脏是 它这里有一个 花号司令的控制台在这里 每一个心脏都有 每一个心脏都有 所以各跳各的 但是却可以负起循环 下一张 所以这个人知道他两个心脏很高兴 这是国内第一个双心人 下一张 这是电脑上扫描很清楚的 这个扫描而已 扫描再重组就这样 这个病人 我们在亚东医院做了第一次 心脏移植 移植一个以后 结果他跳得不好 看起来冠状东面有问题 给他做冠状东面绕道锁 结果还是不好 刚好当天有另外一个共心来 就给他像刚才那样坐在旁边 连同他自己的心脏加起来 我们说他是三心人三个心脏 一个是自己的左心脏右心脏 第一个从别人来的 第二个从别人来的 那这个是恰巧 第一个做到失败 用ACOMO在过活 然后有第二个来把它种上去 所以这个断层卸材就变成 其实是两个心脏在跳动而已 我们说三心人是有点 讲得比较过分一点 是一个心脏在后面看不见 左右心脏自己的 所以这样的 有一张唯一的一个 下一张 那这个是心脏起移植 他的肺多么压力很高 如果光是做心脏移植 他也不能存活 所以我们就把他的肺 跟心脏一起换掉 他已经进入第十年了 还很好 这个病人在民国98年做的 下一张 这个器官移植跟平常开刀不一样 我们身体有免疫系统 这是我们生物几千万年来 能够存活的理由 身体有免疫系统 对外来的细菌会把它杀掉 所以各位感冒得了什么感染 其实药物帮忙是自己的免疫系统把它做好的 各位的身体 几乎每天都有癌细胞出现 不会长癌是这些免疫系统 蓝色的是淋巴球 绿色的代表细菌 从外面进来的细菌 这淋巴球会把它杀掉 这个癌症 癌细胞就是正常自己的细胞 把它变成癌细胞 我们的免疫系统会把它杀掉 我们人都有像国家一样有安全系统 不同的是国家的安全部队 晓得外来是敌人还是国兵 国兵欢迎他 敌人就要攻打他 但是我们的身体免疫系统 这些没有那一聪明 凡是外面来的就是要把它格杀无论 癌变成癌细胞 他也认得 就好像同样是中国人 你变成坏人警察就抓你 虽然你也是中国人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做器官移植以后 这些自己的免疫系统 会把我们种下去的器官 认为是外来的 是不好的 也是要攻打他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 就是要说器官发生排斥 就是身体排斥外来的 下一张 所以一旦心脏移植以后 这个淋巴球就会变成很多出来了 浩浩荡荡就往心脏那边跑 要去攻打他 下一张 所以开始来攻击心脏 这个就是排斥作用 你们说什么器官移植要有排斥作用 就是这样 自己的免疫系统在攻击他 还好我们有现在先进有好多药 可以预防这些免疫系统压抑下来 但是免疫系统没有也不行 细境感染得败血症 感染没有底力 所以免疫系统呢 器官移植以后 我们在压制免疫系统 就好像国家裁军一样 不是没有军队 可能稍微裁军一下 让他对外来的移植器官 不会攻打得很厉害 但是对外来的细境还是有抵抗力 所以不是把国家的这个安全部队撤掉 而是裁军的意思 下一张 一旦有排斥呢 我们有Lagation OKT3 还有很多药呢 可以把这些免疫系统杀掉 但是我们不敢敢进沙节 还留息个让它跑掉 就是不敢进沙节这些免疫系统 让这些免疫系统 还可以去抵抗那些细境 下一张 所以我常常想我们在做器官移植 在用这些抗排斥药的时候呢 就在感染跟排斥当中维持平衡 好像左刚说一样 一失去平衡就完了 一方面要用了太多 它不会排斥 可能病人会死于感染 药用了不够 比较不会有感染 但是病人可能会死于排斥 我们要在两边 维持一个平衡 这个器官移植又才可以存留下来 现在我们做的心上移植 我们现在有活到最久的是16年 可能胃教授那里差不多的更好一点 世界最高的几率是23年 所以我常常告诉我们器官移植的病人说 你要好好活着 你活每一天都在制造历史 尤其那个现在世界唯一的三星人 我说你要好好活着 你多活一天你就在制造历史 因为它已经进入第八年了 下一站 这个是大人 还有小孩子很小就移植了也有 这个是一岁的 你能看它像郝伯春的眉毛 这个是Cyclosporin 看排斥药的副作用 我们有一个女孩子 患了以后她的手毛很长 像星星一样 给她很大的困扰 后来有一天来回准 我看她毛都没有了 很好奇问她 她才告诉我她涂了头毛膏 我才晓得有头毛膏 一涂了以后 我想在座女士也许有用过 说不定 困扰就是眉毛很粗 这都男生他们有时聚会在一起 这个是小孩子做心脏医植的 下一站 我没有发现小孩子做心脏医植 虽然危险 但是一旦成功 他活得比大人好 台湾器官移植的瓶颈 就是器官来源严重缺乏 不像大陆 大陆对这些管制比较没有严谨 很多枪壁的都拿来 就是做器官移植 所以大陆现在 什么器官都做了很多 维持心脏做的少 因为他们还没有长期存活力 做的还比台湾少 其他几乎都比台湾多了 器官来源不重要 刚才讲过 我们国内肝栓 肾脏 肺脏医植都可以用活体 我们国内也开始做小肠医植 也可以用活体 但是心脏不行要靠脑死 脑死的病人有的 中国有全时的观念 身体华夫取出父母 不可回商业 所以不容易见证器官 所以我们要在器官节目 要花很大的力气 下一张 所以像现在血山隧道通 以前没有在东部 我们都要用直升机 直升机附近没有停机 我们就停在亚东院隔壁的 亚东技术学院的操场 飞机由楼东那边飞过来就停在这里 把心脏移过来 因为心脏离开人体 最好是四个小时的状况最好 但是长一点的可以重 不过成功率就比较小一点 下一张 这是我们当时做的很小的小孩 就刚才说有郝伯春的眉毛 因为他吃药的关系 他这样的小孩子 有时也会有严重的心机 扩张症 我们做心脏移植 成功 下一张 现在长大了 生命很有趣 他没有那一小的脑死病人 他一岁 重的是一个八岁的 体重是他的3.6倍 22公斤 他只有5公斤而已 重下的再回过头来 再回过头来 他血压 因为心脏太大了 重了一个很大的心脏 血压高是150到91岁的小孩 对他也讲太大了 所以我们用药 把这个血压降低 然后很有趣的是 身体小的他不需要这样大的心脏 我们用超音波追踪 他的心脏会自动缩小 因为不需要这样大的 那超音波一颗看 他心脏越来越小 以适合他需要的 下一张 等他长大以后 心脏又跟着长起来 这让我觉得生命很奥妙 就你不需要的话 他就收小 你需要他又大起来 他现在 那样小变成现在8岁了 下一张 这就是各位 很熟悉变成很有名的 就是从胡志强 夫人 邵小玲受伤以后 其实我们以前一直在用 所以ECMO向各位介绍 简单的就是 把精魅血抽出来 氧化以后 变成东魅血 我打回去 这样心脏的负担就减少了 所以他可以活下来 下一张 有时候我们从脚 刚才从脚这样做 不够有效 我们从心脏直接把血抽出来 打回心脏 这样心脏就不会胀起来 这样弄到后来 心脏都不动了 但是他还清醒的 所以以前认为说 没有心脏 心脏停止就死亡 在这里就降不过来了 这个人心脏后来停止 跳不跳了 但有这样转他还活的 后来做心脏移植成功了 下一张 那一颗某以外 我们有时病人要死亡的时候 没有 没有坚增心脏 又不能让他死亡的话 就做这样一个人工心脏 从这里把血抽出来 打到主动没来 这样我们最长有一个 活了267天 然后等到心脏 再把这个拿掉 做心脏移植成功 也有这样 不过这个很贵 这样一颗 就是200万 健保不给付 下一张 这两个都是放刚才那样 类似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电线跟那个人工心脏放在一起 他要走到哪里 要推到哪里 他要插电 离开插电 大概四个小时现在 所以足够他到餐厅吃一顿饭再回来 但这个都是这个马达 他可以推到这个走来走去 那跟心脏移植不一样是 我们心脏移植病人可以去潜水 可以去旅行 他不能去潜水 不能旅行也很麻烦 差别在这里 下一张 那比较现在新的 我们开始装这一种 也是跟刚才一样是 从左心室血抽出来 达到足都没 那我们刚才要推一个东西 现在已经减少到 被一个电池在这里而已 下一张 有些很复杂的先天心 心脏病的小孩 这开过好几次刀以后 还是不行 就会做心脏移植 他还是好婆村的眉毛 因为吃黄宝灵的关系 下一张 他现在变成这样大了 他还是一样 移植以后心脏 用大人的心脏 移植以后心脏慢慢缩小 等他长大的时候 心脏又跟着长大了 这个用朝银博都可以看得出来 下一张 我们器官很缺少 所以有人就想动物给他基因改造 变成可以用动物的 心脏那就方便多了 但是现在研究都用猪 为什么不用肺肺或猴子 好像血缘关系比人近 为什么要用猪呢 因为这样保护动物者比较不会抗议 因为猪好像就是人给人类服务的 吃猪肉 还有猪的成长很快 猪生下来到他可以再繁殖的时候 6个月就够了 猴子要等好几年 所以繁殖起来比较快 如果研究成功 猪的心脏可以移植到人类 那每家大医院要做心脏移植的 可能后面要做一个养殖科学研究所 这样的猪在英国 美国很多在研究 台湾也在研究 养殖科学院还有台大农村有在做研究 因为猪的构造跟人差不多了 没有迷你猪 所以目前 英国已经研究到猪的心脏 可以种到猴子的上面去 当然不敢种到人 因为英国法律禁止 他怕猪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病毒 种到人体以后在人类就传开了 就好像艾滋病本来是非洲的猴子的病 传到人类来就传开 就变成很厉害 古说根本没有艾滋病 所以目前是在研究 如何把猪的心脏 用基因改变 变成可以移植给人 肝脏肾脏比较复杂 心脏是一个帮补作用 大概移植到心脏是最容易的 下一章 这个在罗马尼达在加州 有一个Dr. 他说这个小孩子 他说这个小孩子 生下的先天性心脏病很复杂 左心是不前不能活下来 他又找不到见证者 是世界唯一接受肺肺的心脏的小孩 他生下来 这个时候他现在是医治以后 他心脏里面是肺肺的心脏 不过只活了一个礼拜而已 后来我问他 在国际会议上碰到这个医治 我问他为什么死掉 他说不是排斥的问题 而是感染 他害怕看排斥要用太多了 所以后来是死于感染 他解剖的时候心脏没有被排斥 下一章 但是以后就没有人再做 下一章 所以将来的希望 可能希望能够有一种遗致 我们现在所做的遗致都是同种遗致 这是一种遗致 让就是希望 有这种问题 有器官来源就不用泄滑了 人家问你几岁 你要说 你是问我的肝脏 三十岁 胜脏二十五岁 我的心脏三十五岁 虽然我自己已经八十五岁了 下一章 头能不能移植呢 可以 1940年俄国的Dr.Demikov 已经把一个狗的头 种在另外一只狗的上面 两个头都可以吃东西 以现在的一些技术 要做头移植是可以的 但是不能活很久 只能活一个礼拜左右 为什么 因为这个身体 等于是脑死一样 身形解不过去 所以做也没医 而且做头的医治不比做心脏 你把一个男人的头 重到你人的身体上面 就会觉得很混乱 他到洗手间 他在洗澡的时候 看起来就是 反过来是一样 把你人的头重到男人的身体 那想法就遇到很多伦理的问题 下一张 那经济衰竭治疗 现在有很多用乙型阻断剂 用一些新的药物 能够治疗心脏 让心脏衰减慢一点 因为人家研究干细胞 研究人工心脏 这些可以慢慢的 可以让心脏移植减少 或者延缓心脏移植 但是在可未见的将来 还不能代替心脏移植 我们希望将来 这些药物研究很成功 能干细胞 能够取代心脏移植 让心脏移植就不必那样找 真正找得那样辛苦 下一张 以上向各位介绍 心脏移植的现况 以未来展望 谢谢 我们非常感谢朱院长这么精彩的演讲 心脏实在是太重要了 我们意犹未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魏征魏院长 来给我们做个演讲 魏院长是出生在1950年 所以对于朱院长来讲 他是新生的一代 那么魏院长是在国防医学院求学的 然后到了美国的Columbia University 然后到了Doctor of Medical Science 然后回来做医师 最后做了振兴医院的院长 那么现在是振兴医院的医学部的中心主任 但是呢 这个魏院长呢 他有美国外籍医生检订考试的资格 所以应该可以在美国行医 是不是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么最重要 他是我们中华民国器官捐赠学会的理事长 所以呢 各位如果以后有什么 这个器官要捐赠的时候呢 可能可以透过魏医师的这个帮忙 我记得我曾经到过三军总医院去演讲 那个时候他跟我说 我现在在陪你吃中饭 但是呢 二十分钟之内 那个急诊室一定会有事情发生 那个时候病人来了 血流如注 怎么办呢 你一个止血夹夹进去 要夹到正确的位置 那个时候呢 病人才不会因为血液流失过多而死亡 所以呢 那个时候要很果断 那我们今天来听听看 这个魏院长跟我们继续谈 这个重要的心脏的情况 来 谢谢 谢谢这个 苏院长 还有林社长 我们叶副校长 还有我们胡院长 各位听众 观众 那么 谢谢这个 你们来参加这一次的这个 我们这个活动 那么 当然也要更谢谢我们主办单位 其实这个活动呢 其实是相当有意义的 因为主委常常在媒体上看到一些新闻 但是呢 在媒体上往往没有一个详细的介绍 就像我们有时候看到财经的一些名词 看不懂一样 所以我想一般的看这个报纸的人呢 往往不容易了解这些真正实际的内容 主委很有好奇心 所以才来参加这个活动 那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 这种 这样子的讲座实在是很有意思 那么 当然了 我们 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当然因为 我们的听众里面呢 有各方面不同的人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 演讲呢 尽量 讲得简单一点 也还好 我们朱院长刚刚已经先介绍了一次了 所以 我这边有一些重复的 我就不需要再花时间再做更多的解释 我们一直都知道 这个朱院长呢 是很会替大家上课的 我的口子还没有朱院长那么好 朱院长还很会画漫画 所以我这里没有漫画 那么 当然了 这个题目来讲的话呢 就是 同样一个题目 那么 为什么这个 我们 好 再下一张 我想 大概大家已经 刚才这个 朱院长已经介绍了同样的一个例子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不要再提了 跳过去 我只是在补充一个聊哉之意 也讲过换心的故事 那么下一页 你看这个 这位是陆盼 他替这个人的换心 这个人叫朱尔旦 我们再看下一页 我们今天好像都不是在讲医学的东西 聊哉之意上 他的 陆盼 这个章节里面呢 有心脏意识的记录 陆盼是一个 是一个鬼 事实上 他是 在庙里面给人家供道的一个菩萨 他是一个判官 那么他到了晚上呢 就会出来判案 那个庙啊 所以一般来讲那个庙 那白天有人去祭拜 可是晚上就没人敢去了 可是有一个书生呢 他是 名字叫朱尔旦 他这个书念得不太好 喜欢喝酒 而且他又不怕鬼 所以呢 他常常在那个庙里面呢 就在那边过夜睡觉 喝了酒 就在那边过夜 所以跟这个判官呢 陆盼呢 就认得了 那么有一天呢 他半夜 醒过来 觉得这个 他上面写肚子 这不太舒服的样子 醒过来 一看 看这个陆盼呢 放一块肉块在茶几上头 就问这个陆盼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陆盼说 这个是你的心脏啊 那这个朱尔旦就很不高兴 说你怎么把我心脏拿下来干嘛 那我知道你 那个陆盼就讲 我知道你这个毛俏赛尔 文章写不好 所以呢 在千万家 这个好的 千万个心中 替你挑了一个好的给你换了 那你拿下来的那个心脏 是要留来补缺素的 所以 第二天呢 他们那个时候心脏一直 技术真进步 第二天就没有伤口 伤口已经愈合了 好 这个是 了哉之意 那个时候 他们也很想换心 那个时候同样的呢 认为 书念不好 是因为心脏不好 再看下一条 那么当然 刚才 周院长提到 这个心脏衰竭 需要最后不得已 最后才要换心脏 那么这里面 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 叫做扩张性心肌症 那么 有一些是心肌炎造成的 那有些人心肌炎 很急性发作的时候 休克的时候呢 都要用上这个液克膜 暂时维持 那么有些人 他恢复了之后呢 可能过段时间 心脏功能还是逐渐衰退 那么最后变成一个心肌症 那么 其实 我的个人感觉 在最近这么多年来 这个心肌炎的这个诊断 还越来越多 这个几率好像变高了 不管小孩大人 都有这个情形 那么有一些心肌症 是有家族性的 一家里面好多个 我们好几个病人都是全家 两个三个换心的 有的等到 有的没等到 就是 兄妹啊 或者是父子啊 这样好多个家庭是这样子 所以跟基因遗传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也有可能有关系 缺血性的就是 冠状动脉堵塞造成心肌梗塞 范围太大 这种情形呢 当心脏功能到最后不行的时候 你接血管也不行 那这种情形 可能就要换心 那么其他的我就不提了 比较少见的 再看一下 那么捐心的条件 刚才专院长特别提了 我们这个过去 什么时候脑死法令通过的这些 还有怎么样判脑死 但这个中间呢 其实主要还是车祸意外的最多 那么脑肿瘤 假如说是脑部长了肿瘤 那么也是到最后脑死的时候 也是可以捐器官 也有这个脑粗血的 也有一些是脑粗血 那么其实车祸的最多 自杀的比如说 比如说跳到水里面 溺斃的 缺氧 然后救钱 心脏还在跳这种 还有就是上吊的 就是还不是太久 可是已经脑死这种 这种都有 在过去台湾的死刑犯 也有不少的死刑犯捐器官 但是现在很少了 因为这个 我们的死刑犯捐器官 跟中国大陆的不一样 中国大陆的死刑犯 在过去呢 他们器官呢 有些时候他这个管制不严 就是没有经过当事人同意 那我们的死刑犯呢 都是经过第三者 通常都是牧师啊 这些宗教人士帮他认定 他真的要捐器官 他真的是真心要捐器官的 这些死刑犯 大家都知道 这个陈进兴 对不对 他也是捐器官的 我们好多个死刑犯 都捐了器官 那么这些死刑犯 他们的一个想法就是 反正要枪毙了嘛 干脆这辈子做一点好事 下辈子可能好一点 那么有这个心态 其实中国人这种观念呢 反而会促成 有很多的死刑犯捐器官 其实死刑犯捐器官呢 其实他的器官是最好的 他没有经过 长时间在医院里面 插了呼吸机啊这样子 不太会有感染的问题 但是都要验血 但是呢 这个 现在目前 台湾很少有死刑犯 第二个呢 因为判脑死这个规定呢 很严格执行的话 也不容易办得到 所以现在很少听说这个了 最好是年轻的 体重接近的 刚才周院长提到 体重要接近比较好 年轻 那么当然我们有些病人呢 其实他命都快没有了 有时候还挑 他挑什么 能不能捐一个年轻的 还挑呢 这个 现在没得挑啊 现在轮到得不错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病人 捐器官的 五十几岁六十几岁的 我们也用了 因为命比较重要 你不要去挑那么好的 就比如说刚才 周院长提到 七十几岁的人用了 三十几岁的心脏 其实我们有的 二十几岁的人用了 五十几岁的心脏 也有可能 但是我们觉得 治道的影响 好像不是太大 有些人的体质 本来到了五十几岁 他的心脏还是很好 所以这些呢 都还不是大问题 那么血型最好是相同 假如说血型 不相同的时候 你 你至少要相容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 才比较容易成功 否则的话 比较 排斥的机会比较高 还有就是不要有感染 捐赠的假如说 已经败血症 细菌感染 那这种情况就不太适合 我们再看一下一个 1954年 这位医师 他是做了 人类第一个肾脏移植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 他很幸运 是同软双生的双胞胎 之间的移植 所以呢 当初 虽然没有很好的 抗排斥药物 他成功了 他后来也得了诺贝尔奖 那么到 所以现在器官移植 第一个器官移植 是肾脏 到现在已经51年 我们看下一个 第一个心脏移植 是巴纳德做的 1967年 那么 那么看下一张 他这个 他换完的时候 当时病人还不错 但这个病人 好像活了21天 那样 也是一样 没有很好的抗排斥药物 在那个时候 但开创者 都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他即便这样做了 他也不知道该用 这个药要用多少 你就算动物实验 你做了 可是你还是不知道 人应该用多少 所以你在那边调整的时候 有时候太多了 太少了 那就可能在那个时候 都会认为 哎呦 干脆用多一点 所以有可能就最后 也是感染就走掉了 我们看下一张 那么这个不用再谈了 就是原位心脏移植 再看下一张 我们在 我个人是在三军总院 那个时候 87年 那个87年 86年 那个时候 我们做一些 动物的心脏移植 那么这头猪呢 是换了一个 心脏的一头猪 那这头猪呢 这个是一头小猪 那时候我女儿还这么小 现在都已经二十几岁了 她二十年以前的事情 那么换了这头 这头猪很好玩 别人都以为是一头狗 一只狗 因为她的颜色 像狗的颜色 看了头之后 才知道不是狗 这头猪后来 养了六个月 后来到九个月的时候 我们后来 六个月之后 因为 她那个吃抗排斥药物 在那个时候 还是相当贵 一个月要吃掉五万块钱 我们一个月 薪水不到五万块钱 所以她 后来想想 实在是 这个供不起她 最后算了 让她出院了 她出院了后来 就回到台大动物系那边去养 那三个月之后死掉了 因为那三个月她没吃药 所以那个时候第一次我们做猪的 再看下一个 下一张 那么我们在人生上做第一个心脏移植呢 是当初朱院长一年以后 朱院长是台湾第一个心脏移植 那么我们一年之后 我们做的这个病人是台湾的第五个当初 那么她做了之后呢 也蛮幸运 她就活了十年 十年以后她是因为脑部受伤才死掉的 否则的话她很可能还活到 因为她的 她运气很好 我们第一个病人 她的这个组织配对有四个相同 四个相同 那么 她的故事也很好玩 第一个 她的名字就很好玩 就是一的意思 她其实她不知道她名字是叫什么名字 当初从那个云南啊 反攻 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甸缅那边 跟到军队过来的时候呢 去护镇事务所登记 人家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她不会写 她没念过书 所以她是云南人嘛 她说 她的名字叫一炳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 一炳 然后那边的护镇事务所 干脆就把她自己造个名字 叫一炳就是了 这个她名字来源是这样子的 那么 她出来之后 她的孙子就留在这个金三角 出不来 所以她一直 她只有换了心之后 后来换了心之后 才去金三角看她这个儿子 她本来是家庭不太和睦的 母亲跟子女不和睦 所以当中我们要她换心的时候 那个时候 她人是很不舒服 她说我要换 她要换 但是呢 她的家人呢 我们心想会不会同意 她的儿子 子女 通常 大家都知道 这是第一次要做心脏移植 所以通常家属都会 都不太容易决定 换心 但是她的家属 很快地就答应了 立即答应 后来我们才知道 原来她们是不和睦的 就像我们第二个换心的病人 就考虑了好久好久 一直到进开她房前 一个钟头才决定 那个是第二个病人 她的话就很快就决定了 然后运气也很好 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捐心者 自动捐的 不是我们劝她捐 她那个时候 那个父母的观念非常正确 一个阿兵哥 她自动 父母就说她要捐器官 把她捐出来 那那位病人的名字呢 叫做王新一 王新 她的名字就是新一 就是这样子 她就这么巧 然后换了之后 才发现到他们两个 住在很近很近 都住在龙坛很近的地方 是邻居 有很多巧合的事情 那她很幸运 她就活了十年 她为什么会脑部受伤呢 因为她虽然不适智 但是呢 她去赌博啊 捡红点那个赌博 每一次都赚钱 因为她很会计牌 所以她到赌场去 大家都不欢迎她 因为她每次都赚钱 所以她有一次就是 被人家拒绝进赌场 被人家推了一把 摔到地上 可是她又不敢跟我们讲 她来医院的时候会吐 那时候我们心想 是不是排斥了 或是什么问题 结果后来 昏迷了以后 赶快做电脑段 怎么发现脑出血 才问了之后 她家人才讲 她是被推的 可是她早不告诉我们 那时候开刀进去 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她怕我们 因为我们再三劝她 跟她讲不准去赌博 所以她不敢跟我们讲 她去赌博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位没有我们刚才 朱院长那位心肺的漂亮 这位是我们目前存活最久的 差不多将近二十年了 她是差不多二十岁的时候换新的 但是现在还存活得还不错 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个我就不要再提了 再看下一张 再看下一张 这是比较有趣的 那么当初这个病人呢 已经插了呼吸机 快将近两个月 已经做了气管切开 然后肺部已经都感染 里面培养的细菌 有七种细菌 然后它已经是被列入 拒绝往来呼 怎么讲呢 不可能考虑换新了 它是等换新的 但是那一次呢 正好有个心脏多出来 我们本来也问了各医院 也没有人要换 大家都没有适合的 那我们打算那个心脏怎么办呢 拿了之后就没有用了 后来到第二天我们想想 睡不着觉 为什么 这个一个心脏不能这样浪费 想想它 只剩下它血腥可以 干脆把它做做看吧 就给它换了 所以那个时候 已经13个小时 目前来讲大概是最久的 在这个之前的报告 全世界最长是缺氧 8个小时 刚刚作业长提到 一般来讲最好4个小时 那我们纯粹死马当活马蚁 把它装了 13个小时 最后就活下来了 再看下一张 那还有 我们谈到 不吃药可能要排斥的问题 那么因为我们在 做这种遗址来讲 其实 朱院长 他是很有胆识 所以第一个就做了 我们这个病人倒很有胆识 这个病人 他也很有开创性 为什么 他吃药吃了两年之后 患了心吃了两年药之后 他突发奇想 他说 这些药吃了都不太舒服 干脆把药给停了 试试看 他就把药给停了 停了之后呢 又过了一年 都没事 他就偷偷地告诉我们说 他其实已经有一年没吃药了 我们吓一跳 我说你真的假的 我说你 验血不是都还有吗 他说他没吃验血之前 他再吃一颗那个药 所以我们验起来 都没被我们发现 所以 那我说 既然这样子 赶快做个超音波 做切片 看 没事 好吧 那就不要吃算了 所以他现在已经五年了 没吃药 全世界大概只有两个 患性病人没吃药的 他什么药都没吃 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全世界只有两个 他其中之一 但是我们后来有一个病人 他已经患了十几年的 他看他有这个例子 他就偷偷地也不吃药 结果过一个月就死掉了 我们再看一下 那么刚才 专业介绍了这些 辅助的东西 因为这个 因为等心脏 等不到的时候 最后 你要靠 机械式的东西来辅助 那么当然 我们再往下看好了 这几种 其实我们使用这个的目的 有时候是希望等到心脏功能 有可能会恢复的这种情形 只要恢复了 那最好把机器给拆了 那么有一种情况是 等心脏移植 等心脏移植 看有没有心脏到了 然后有心脏可以换 那么 现在甚至于想到 把这个机械的东西呢 看看能不能来永久使用 现在目前也有一些 号称就是来做永久使用 来做的一些心脏辅助器 或者人工心脏 再看一下 其实它这个分类 有一种气动的 轴流式的 还有持幅的 那么气动的就是 用气 就是人工心脏 或者心脏辅助器 装在这个部位 或者是肚子里面 或者是身体外面 然后用气 把里面的气球打起来 推动 那么它外面 马达都在外头 就像推个机器 那么 这种情形 它都会有脉动的 它是 它是马达 一次一次 把气打进去 抽回来 打进去抽回来 那么后来 做一种 所谓轴流式 轴流式比较小 比较小 可以装到体内 但是它 不是脉动性 待会给大家看一下图片 还有就是比较 最近在研究 就是持幅的 这个都已经开始上市了 持幅的 它马达也是在里面 但是它也是一样 没有脉动 我们看下一页 这个是气动的 这个心室辅助器 左边的 右边的 或者是两个一起的 再看下一个 这个 这个是气动的 气动的 这个Burling Heart 我们再看下一页 这是德国他们 装的这种 Burling Heart的这种例子 再看下一个 装的 这是双心 双心是辅助器的 后来再换心的 再看下一个 但是这个气动的时候 它是 我们知道心脏里面 有四个半末 左边两个 右边两个 它有半末 就像门一样 你收缩的时候 它才会让这个鞋 收缩书章 就是鞋出去 再回来 这样子 它不会让它 血倒流回去 那么像这种 它就是没有半末的 刚刚讲 那个气动的 它一定要 里面要装四个半末 左边两个 右边两个 那么这种轴流式 就是说中间有一个 Rotor 就是像波轮一样的东西 那这两边磁铁 那这个上面 这个粉黄色的位置 也是一个线圈 它是产生一个磁场 让这个里面的这个 会旋转 那它这个转动的时候 就把这个血 从这边引到这边来 那这种轴流式的呢 它就比较不能抵抗一些阻力 它可以持续性的血流 让它引导单方向 它里面没有半末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没有 阻力高的时候就不行 我们再看下一个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厂牌的 轴流式的 再看下一个 这个也是轴流式的 再看下一个 那轴流式因为比较小 可以装到体内 然后出来的这个部分 就是只有个电线 然后接着个电池 那么现在有这种磁幅的 磁幅的话它就 连这个 连这个 连这个轴都没有 这个是磁铁 那这个中间这个部分呢 是一个塑胶的容器一样 它这个中间没有这个 没有轴心 然后也没有焊接的位置 所以呢它比较 可以用得比较久一点 那它是利用 它这个里面旋转的这个rotor 它这里有 里面有金属的部分 它这个 外面环绕的这个部分 产生磁场 然后引导它里面旋转 那么这个整个 可以这样拿下来 就像这样可以拿下来 那这个是它的马达的部位 那么 它就血流呢 从这里进来 从这边除气 像一个离心式的一个pump 那这个 这个是将来 它会出来这个 做到这么小 这个是现在目前呢 用做的那么大 这是放在体外的 那将来 他们希望把它放在体内 所以这个 这个方面的进步呢 这几年下来一直在进步 东西要做得小 然后它的效率要高 再看一下 那么 这个是全人工心脏 那么 这个全人工心脏呢 它是把整个 放在身体里面了 然后呢 这个外面带的电池 是可以充电的 那么它这个等于 两个辅助器加在一起 左边右边都有了 那么它里面也是马达 然后用这种 压缩的方式 让这个血液 可以流动 那这个是目前来讲 真正 在美国 真正开始使用的人工心脏 全人工心脏 全人工心脏 意思就是 自己心脏要拿掉 自己心脏要拿掉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是 十几年以前 我们曾经用过的 全人工心脏 这个是气动的 那么它这个是气球在这里 冲气的时候 就把血赶出去了 气抽回去的时候 这个血又回到心室 那这个 但不是我们自己做 是一个郑国采 郑博士 他是一个牙科医生 他做的 我们再看一下一个 当初他这个 是在台南 他自己 有个人工心脏研究中心 他做的 他花的钱很少 其实他这个人工心脏呢 只有这四个半末 是 就是买来的 四个半末 其他就是手工啊 这些管子都是 平常一般开刀用的管子 再看一下一个 当初他的机器呢 里面有两个马达 这中间可以蓄电 可以跳 从这个马达跳到 另外一个马达 那么这是一般的那个 那个时候 一般我们家里面用的那个PC 所以他当初设计这个东西 他真正花的钱呢 其实是很大部分都是 外华 光华厂上买来的东西 那么实际上花费多少钱 他说最贵的是这个壳子 铁工厂做的壳子 我们再看下一个 当初他要我们帮他做动物实验 牛的实验的时候 这个是装到牛的身上 我们再看下一个 那时候很惊讶 他这个牛呢 开完刀四个小时不到 就可以站起来吃草 就已经开始吃草 这个是他的痛气管 所以这只牛已经没有心脏 这只牛活了两个月 两个月 后来因为体重变大了 它本来八十公斤 后来变成一百二十公斤 所以这个 人工心脏不会长大 所以最后 这个牛就死掉了 我们再看下一个 这个病人当初我们装上去的时候 用了十四天 他当初心脏已经是很糟了 用了叶克末也用了 那个都不行了 那么肾脏也坏了 那么装了十四天 最后终于等到一个心跟肾移植 我们再看下一个 后来他装了人 后来做了心脏肾脏移植 之后呢 他是民国八十五年做的 现在也十几年了 他到现在还在传教 他都还不错 新生意志之后 这是人工心脏 好 再看下一张 所以这个是刚才 朱院长提的那个 罗马琳达大学的那个 肺肺心脏下海 我们当然希望 现在目前来讲 人工的东西呢 有时候会不会 宣传得太好了一点 事实上人工的东西呢 是当做一个暂时性的 可能可以 长时间还是不行 所以呢还是 最好还是要做习惯医治 我们再看下一个 但是动物的还是 到目前来讲 还是没办法取代 所以器官捐赠的人数呢 在欧美他们大概 每百万人口 每年大概是二十四个 台湾大概是四个 可是跟东南亚国家来比 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 我们台湾 再看下一个 老死的例法 他们在台湾 美国这些地方呢 是人发生问题的时候 你问他家属 他同意 他捐器官 那么在有些国家呢 新加坡 奥地利等等 有一些欧洲的国家呢 它是 你万一发生车祸 脑死了 一定不会讲话了 他就看看你 在你身前 有没有签一张东西 说不捐器官 你没签这个 就代表你要捐 所以刚好 这个是选择不同意的这种 所以这种法 它是不一样的一种法 所以这种情形 在这种国家的话 它就 器官来源就会比较多 因为它等于 强迫你在生前要表态 你要或不要都可以 但是你要表态 在我们这种地方 多半人 不会在生前去表态 你即便是愿意捐器官 可是你没有表态过 等到万一发生事情 你也不会讲话 家属不敢帮你签字 家属不知道你的意思 不敢签字 所以这样就会 减少一些机会 我们再看下一条 这个大概就是 就是我今天就跟大家报告到这里为止 谢谢 首先两位啊 前后是插了 他们插了 大概是一 generation 十五六年 好 那么前后呢 为我们台湾的心脏病患者 提供了很多的服务 对吧 差不多 没差那么多 对不起 我是按照那个实际的 那个借数来算的 好 那么首先两位 有没有什么 专业上的交流 或什么地方 我们两位先交流一下 看看 有什么问题没有 前后两个世代 这个很不习惯 你晓得 这个有点像古汪会谈 很多记者在那边听到 好 那我们就跟这个听众来交流一下 首先我们这个是 国家科学委员会 资助 然后由中央大学 跟这个中国时报 共同来办这个 我们非常感谢中国时报 提供这么好的场地 然后最后呢 还会有杨维敏 这个副主编 帮我们报导一个 一个特殊的报导 在礼拜二会登出来 所以各位有没有什么 问题能够提出来 拜拜 两位医生你好 我是郑大副中的学生 那个请问一下 就是刚才朱医师有讲到 就是使用叶克膜 那他的心脏可以不跳动 可是我听生物老师他说 就是心脏可以刺激 某些激素的产生 那如果心脏不跳动 那使用叶克膜的话 是否会影响到那些激素的产生 谢谢 你说激素是 酵素是 enzyme 还是 抗蒙 你说激素 那只要有血流到的地方 灌流这个产生激素 像甲状腺 腹肾上腺 还有脑下垂体 这些都产生激素的地方 这些只要有血流 灌流它 它是火的 它就会产生 心脏不跳动 不过叶克膜 就可以 让血流一直运转 叶克膜主要的作用是把 筋脉血 收到叶克膜来 把筋脉血变成动脉血 再灌回身体 所以它虽然心脏不跳动 它照样 全身是有血在供应的 我刚才讲过 心脏就是人的帮扑 它帮扑 让血流运转 血流继续 灌流那些 产生激素的器官 最继续会产生 你讲的没抽 郑大学同学 你讲的很好 就是没有激素心脏 是不会跳动的没抽 不过我们用叶克膜 心脏即逝 照样会分泌 有回答 有补充 它可能是不是指的 没有心脏 用叶克膜 没有心脏的状况之下 不是 你不是这个意思 我再补充一下 我也看报纸了 台大最近有一个 没有心脏的 用叶克膜16天 他做心脏一直还是活的 表示没有心脏的人 就是现代科技的进步 让没有心脏的人 或者心跳停止的人 照样是活的 我最近看到 不是最近 好几年前看到 有一个紧急的求救 好像是说 台大有个医生还是怎么样 他心脏有问题 结果发出什么求救信号 希望大家来有心脏的提供 心脏 有没有这么回事 记不记得 以前是常有各家医院 他的病人危险 就发生求救 后来卫生署成立 器官登陆中心 就不赞成这样做 你有心脏要等待 你的情况怎么样 告诉登陆中心 登陆中心有器官要分配 当然这些目前还有争议 还有到底怎么分配比较好 目前有的是 欠慕的 欠慕医院的 这一家医院如果有做心脏移植 除了别家医院有18岁以外 这一家医院优先 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声音说 不要这样 要按照严重程度来分配 那另外一派就说 这样的话会让那些欠证的医院 不很努力去欠证 这个还有一些争论的地方 不过目前是倾向于 不由个别医院来呼吁 只呼吁整个器官欠证来分配 那有些人家里经济状况比较好 那他出多点钱能不能先 这个器官见证用钱是违法的 不能买卖 器官是禁止买卖的 所以用钱是 不行的 不行 好 谢谢 我这个再补充一下 因为这个 你买卖有可能发生的状况 顶多就是肾脏 甚至于肝脏 心脏是不可能 对不对 那现在台湾这个情形就是说 你呼吁也没用 因为你就算呼吁了 真的有人捐器官的时候 你还不能指定给那个人 不能指定 要到登陆中心去 登陆中心已经有一票人 在那边排队了 按照电脑排序 没有办法说是你 评价的关系 不是因为评价 他有一个 有定了一些标准 虽然现在的标准或许还不是 还有争议 就是到底要怎么分配 比如说同样一个O型的 比如说有十个O型的在等 那有一个O型的捐器官 那你要给O型的人 对不对 那你 这十个到底谁优先 对 在不同的医院 在不同的医院里面 那在过去比较早以前 那么 由这个 捐赠的医院 自己来联络哪个医院 然后 那个医院来决定哪个病人 比较急 给他 那么现在呢 这几年 已经好几年了 两年了吧 那么 就是完全按照 事前排的那个顺序 那么 这个顺序 就是看 当然刚才 专业导提了一下 但这个 在这边谈得太复杂了 有点太复杂 但就说你 是不是按照 疾病严重度 来优先 来分配这样子 那么 所以你在那边 呼吁的时候啊 当然他可能在 媒体上呼吁的那种人 大概都是非常急的 非常急的话 他很可能已经排在那里面的优先了 但是不见得是第一 有说不定是第二 你就算捐了 也可能一排 排到另外一个第一的 不是媒体上讲的那一个 有可能是这样 好 谢谢 那现在我们请 陈慈玲小姐 来发问 两位医师好 真的很高兴 我等这一天等好久 那我这个问题是 其实主要是 我是觉得现在一些年轻年孩子 可能是也不容易结婚 可是也 结婚之后 他可能怀孕这一方面 他自己没有注意 我们以前自己 就是说怀孕的时候 都很小心 我想问的是说 在怀孕初期 如果孕妇有遭受到 重大的意外 或者是病痛的时候 会不会影响到 胎儿的心脏 产生什么心脏畸形 这一方面 谢谢 你好像问到妇产科的问题 心脏畸形 是 年龄很多 不大清楚 如果 父母有先年性心脏病 他生下小孩子的激励 是别人的四倍 但是正常一千个婴儿里面 只有八个可能的心脏病 你四倍也不是三十二个 百分之三 激励还是非常少 现在超音波很发达 早期就晓得心脏有没有畸形 所以现在先年性心脏病 越来越少的理由就是 在胎儿早期发现就被打到 就被拿掉了 但是你刚才说是陈小姐 重大伤害一般是不会影响 我不晓得你伤害是精神的伤害 还是肉体的伤害 我自己的认知 可能不是很正确 就是说胎教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自己本身在国小教书 常常有一些孩子 我们后来追根救体之后 是发现妈妈在怀孕的时候 可能压力太大 或者妈妈自己本身营养不良 会影响到小孩子 所以到小孩子成长的过程中 就觉得问题蛮多的 所以我自己就联想到说 会不会说在 他胎儿在发展的初期 可能是在发展心脏的时候 妈妈可能是有严重的细菌感染 或者什么 然后就间接地影响到胎儿 或者说他有什么出车祸 本来应该可以很好的发展的时候 他正在心脏的血管怎样怎样 大概 对不起 胎儿在 就是受精以后五个礼拜 心脏就完成了 很快 有没有畸形那时候就决定了 那超音波晚一点就可以看得到 那至于 我们超音波看的都是 大体上的有没有畸形 至于心脏肌肉有没有什么畸形 现在很难说 只是吃药我们对孕妇用药很注意 药都有分ABCD对孕妇的影响 A是没有影响 B可能 那C更大 CD的药我们就不用了 那老师吃药在花音的前三个我们会很用心 会很小心 好 我们回答了医学的问题以后呢 我们请一位陈明仁老师来提一个 这个很有趣的问题 这个很有趣的问题 谢谢 每年百万人次是20位我们台湾是4位 那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最近几年困扰着我 因为其实我有那个器官捐责的那种概念 我也想这么做 但是我的亲友几乎都反对 那我是觉得说我们是不是有这一方面的研究 以及如何破除这一方面的这种迷信 那是不是两位有什么样的看法 谢谢 那他这个问题才能证明 这个要抓你 他说啊 除了全世界观念以外 我的亲友不少是反对宣传来的 原因是死亡七日之内 你们这么说啊 一直对死者是有临时的痛苦 好像人死了 好像人死了 是可能这样说的 那么 这位对于背变有什么态度 这个是好 这个是好问题 因为这个啊 这是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的 就是 有一次我是 我有一次上这个圣言法师 他有节目 电视节目 他那次找我去 他要提倡器官捐赠 那么 在上节目之前 那时候剩下几分钟了 我跟他先聊一下 那么 他才搞清楚 原来器官捐赠 心脏还在跳啊 他说 他不知道心脏还在跳 那我说 那这样子的话 我说你们佛教怎么看法 灵魂的看法 因为照我所知道 灵魂 这是佛教的讲法 道教也是这么讲 灵魂在人心跳停止以后 要到至少要等到 好几个小时以后 温度 已经降下来了 变成常温的时候 他灵魂才会离开 否则的话 这个灵魂呢 是不愿意离开的 他不愿意离开 否则离开的话会很痛苦 我说这个讲法是不是 他说是 没有错 佛教他也是 他也是这么认为 那我说 那你怎么谈器官捐赠啊 马上就 节目就要开始了 谈不下去了 那他就 他倒很 他倒很 他想了一下 他说 还是可以 只要这个当事人愿意 他就可以 他就不会说 舍不得离开这个身体 就没有问题 那么这个是一个 为什么说生前 但 你这样来讲的话 但不见得每个人都信佛教 也不见得每个人都信道教 可是至少佛教道教是这么讲法 所以为什么 签这个器官捐赠同意卡 还是蛮重要 就是至少要表明 不一定要签什么东西 至少要表明说 我愿意捐器官的这种 有这个观念才可以 假设说生前并没打算捐器官 或者是生前我不愿意捐器官 结果发生事情的时候 家人不然签了个 签了个器官捐赠同意卡 不 器官捐赠 签了字 是可能会有问题 是可能会有问题 那么 我知道你们 本来还打算问一些 比较奇奇怪怪的那种问题 就是因为我事先看到你们有写给我 那种要问那个问题 那我就在这边先回答这个事情 我个人是觉得 不是说真相信这个东西 可是我们在病房里面 我们的医生 我们的护士 有些人他就比较相信这个 他就会提出这个质疑 比如说哪个病人 患了之后结果不好 他们就跑去问了 当初这个捐赠器官 这个死者 到底是怎么一个状况 原来他是被打死的 他被打死 打死之后丢在水里面 然后 结果这个 他们把心脏拿回来的时候 因为只拿了一个心脏 那么多重 放个冰桶里面 会比平常重很多 提都提不动 他们就事后告诉我这样 他们就上了个救护车 怎么平常这样一拎就拎起来 怎么提不动 好重啊 一定是死者不愿意捐 然后呢 还有就是受证者这边 他们就跑到庙里面就去问了 庙里面的那个师傅 哎呀 这个当初这个人不想捐了 那你要去好好去说服他 去拜他 甚至还有叫我们家属 扣一千个头的 扣到地上都流血了 家属只好好好去 很诚心地去扣这个头啊 结果扣扣好像 也很奇怪 那个心脏功能又变好了 那也可能是碰巧 可是我们就有 好多个这种案例 不是一个两个 很多 他这个很重是真的 因为他这个人死了 然后他把人家心脏拿来的 他心里还抬嘴转 无神论子 对 所以这个我讲的是纯粹好玩 我想这个朱镇长 跟他还有一些补充 我配合陈老师自己签的卡 不过以你的情况 当然是万一或者是几十年以后 你想见都见不成 因为你家里不愿意签字 照我们的法律 你签字以后 我们拿一个某一某人签字 我们拿到七万是合法的 但是医师的立场 如果家属不同意 我们很不希望在家属 酷酷提提之下拿心脏 所以虽然法律规定说 签证者同意就可以拿了 但是我们情然会尊重家属 所以如果你的亲友反对 你的愿望也达不到 所以你要 可能要说服家里人同意 在外国20 刚才卫生人说20到平均 我在小的西班牙的巴萨罗纳 每百万有50个 奥地利有40个 有些很多 但是台湾太少了 都在四个五个当中 每百万人口 我想也许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跟宗教信仰有关系 各位可能看到 第六感生死念 人死了以后 灵魂就离开了 在西方的想法 所以躯体只是 共灵魂住的地方 如果死亡以后 躯体变成不重要 所以西方人比较容易 见证 有一个艾尔兰的足球 一个年轻人很可惜 190公文 发生车祸 他父母来台湾 人家签文他就同意见证 他见证给台湾的受证者 那台湾的佛教 道教的信仰呢 人呈先不是 一个人呈先是 呈黄鹤而去 整个人都走掉 基督教不拜偶像 我们是拜偶像的 我们也相信 轮回之说 会再回来 那很多人说 不愿意见器官 因为轮回回来以后 要完整的身体 曾经是 我也碰到过 一个见证者 他家是同意 什么都见 但是不睁眼睛 他说他要走路回来 没有眼睛就不行了 所以眼角膜他不见证 所以中国可能 宗教信仰是 人死的又是 整个人来保存完整的 呈先 我们拜关公 拜什么 拜马祖 都是有一个佛像在那里 所以完整的 躯体的观念 可能也会影响 见证的意愿 所以有待在宣导 有很多见证人认为 人死亡要 住念八个小时 他说住念八个小时 好不好 如果你们同意才见 我想这样你只能 见眼角膜 最多皮肤或骨头而已 其他会动 会用的器官 大概都细胞的坏事 这里面有很多观念问题 我们说不得全失 如果一个人在野外 被老虎吃掉了 这个人前世没基因得 被动物吃掉了 我们就等于受中正寝 受中正寝还不能烧 埋在棺木里面 后来被什么东西吃掉呢 被细菌吃掉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想想看 被老虎吃掉还比较光彩一点 被细菌吃掉实在是不怎么光彩 但是总而言之都是吃掉了 那不如捐赠出去比较好一点 是不是 这是观念问题 大家回去想想看 到底我们的尸体到最后 是被谁吃掉了 好 那我们再回头来 谈一下这个科技的问题 王瑞张先生 来 两位医师好 我想请问一个健康的问题 那现在人很重视生活的健康 那如果生病是来自于遗传 基因的原因的话 那可能就要听天由命 那但是有一本书 我最近看 就是新谷医生讲 癌症是来自于生活习惯的不良 不管是饮食中有过多的农药 或者是防腐剂 还有或者是运动流汗太少 所造成的 那因为两位医生谈的器官移植 我就有兴趣一个问题 那个新谷医生讲说 是来自于生活 主要是来自于生活习惯 而生活习惯不加的时候 癌症会发生在身体的任何器官 而不是有那个癌细胞的移植 只是器官比较弱的会先发出癌症 等到每个地方都弱 就会都有可能癌细胞会出现 那这个观念 如果要科学一点来看 这个问题的真相如何 那我就好奇就是说 如果器官移植者 就是来源是有癌细胞的 当然那个器官被移植的器官 本身没有明显的癌细胞 但是里面必然可能会有 就是那个癌细胞 那个散播之后的部分 那有没有显著的统计 发生就调查出 器官移植后 癌细胞产生的比例 原来是癌细胞产生的 癌细胞患者和非癌细胞患者 它的那个发生癌细胞的比例 有不同 如果有明显不同 我们说是癌细胞有转移 跟生活习惯比较无关 那如果真的是生活习惯造成的话 生活习惯不会随着那个器官移植 移到新的人体上 所以那就不会 就那个显著就会 没有那样显著 所以就可以比较科学知道 到底癌细胞的移转是 是生活习惯还是本身的基因的问题 这样 谢谢 癌细胞的成员很多了 先天的生活习惯 像抽烟 喝酒 药拼囊 这个都是比较容易得癌症 还有你讲到吃到有农药的 这些环境的因素 但是器官移植 第一 见证者要没有癌症 有癌症不接受 有一个例外 它是脑瘤 但是只有脑里面有 它还没有传到全身其他地方 这个可以考虑 其他有癌细胞的 是拒绝 除非你不晓得 比如说它癌症 你没有诊断到 医治过来 那就很难说了 有癌症医治过来的话 它癌症会遗传 文献上有这样的报告 还有器官移植病人 比一般人容易得癌症 为什么呢 我刚才讲过 身体的免疫系统 在外面抵抗 外来的细菌 里面在杀死癌细胞 你器官移植以后 你把它的免疫力压低了 所以有报告 经过器官移植的人 得癌症的机会比较多 尤其用环保瓶 得到淋巴流的 我们新浪一直碰到几个病人 后来是治好的 有的开刀切掉 有的把环保瓶减少 还有治好的多 所以它移过来 你所担心的 不是癌细胞移过来 而是有癌症 我们就不打 它的器官就不接受了 还有用免疫 器官你只要用抗排射药 这个人就比较容易得癌症 但是您刚才 有一个slide里面讲 人体里面都一直有癌细胞 一直在杀 对 因为你免疫体强 所以很多人不会得癌症 但是你器官移植 又把免疫体压低以后 癌症比例就比较高 就显出来 比例比较高 也不是很高都会得癌症 但是比没有器官移植的人 癌症机率比较高 我们有一个患者 就是患了心之后 过了四个月 他开始长这个 我们讲这个艾滋病的 那个卡波西式瘤 那是一种 很恶性的一种 一种癌症 那么 那个时候 我们就很大胆地 就把它要减半 把那个抗排斥药物 就把它减半 它本来除了伤口 腿上有之外 它已经长到肺里面 都有 我们把它减半之后 它竟然全部消失掉 所以这代表 很多的癌症 其实就是跟 我们的免疫力 抵抗力有关系 所以有些时候 这是 有些医生会吹嘘 他用了什么中药 癌症治好了 那也可能真的管一点用 可能它增加了 它的免疫力 所以癌症自然消失掉 有这个可能 因为很多人观念认为 得了 西医宣布 一个变成癌症的时候 那是绝对没救了 那怎么可能会 这个神医 用了一些药 它好了 一个是可能性 就是说 它的抵抗力增加 那它这个抵抗力增加 不一定是因为 这个中药的关系 也可能它自己身体里面 有一些改变 可能它生了病之后 开始多休息 它可能就调整了一些生活 一些这种情形 所以让它这个 抵抗力又变好了一点 它这个癌症就可能会消失 不是说 长了癌症之后 就一定会继续恶化下去 的确我也看到过一些人 他比如说肺癌 他后来 自己又消失的也有 所以不见得代表说 那个吃了某一个药 把它吃好的 有时候不是 但是有些人可能 因为这样 他就大做宣传 去收很多的钱 这种 这个可能是跟 就是大家晓得 跟免疫力有关系 可是不见得是 因为那个药所治好 谢谢 现在一位高中 非生物的老师 李俊丽老师 有没有 好 来 对不起 我原先以为 那个只要消失 那个这么多的问题 就不会发现 这么多的问题 这种还是 只好要问 凭确凭确 不好意思 因为我只是想请问一下 就是原先那时候 提到一个 异味心脏移植 那异味心脏移植 身体里面有两颗心脏 或者有一个三心人 那那样子 那些心脏在这个位置 会不会太挤 他们挤的时候 他们那个 就是那个伸缩的时候 会不会 挤来挤去的 会不会有些 就是他那个位置 会不会 像刚刚那位 有一个换心的 我觉得他抬头挺胸 会不会是因为太挤了 所以他这样 我们抬头挺胸了 那是我第一个 很纯的想法 那第二个是 那时候好像 还有一个提到说 那个心脏 他们的脉搏 就是他们那个压缩 不会是同步的 对 那不会同步的话 他们的脉搏 会不会就很乱 没有办法像我们的那样 还是说 他有一颗心 其实他的 那个伸缩的功能 已经比较弱了 所以并不影响 他的脉搏 这是我想要知道的 然后第二个问题 是有关于 叶克膜 叶克膜前一阵子 因为什么 星星王子 其实我最早知道 是星星王子 他那时候不是 在台大 然后弄到最后 可能有没命的状况 所以他截肢了 那后来我最近 有一个朋友的小叔 也是因为用到叶克膜 可能会截肢 后来他就放弃治疗 就过世了 那我不晓得 叶克膜是不是使用 一定会造成 截肢的现象 还是说 其实只是使用不当 所以才会造成 那样子的状况 对不起 两颗心脏 不会太挤 我们有一个人 就得到两个别人的 像等于心脏 吃了自己的走心房 又心房 他有两个别人的心脏 他是把肺的空间挤掉 因为肺是像海绵一样 很软的 他占用了一部分肺的空间 所以是没有问题的 那两个心脏 各跳各的 确实莫薄会很乱 你讲的两个情况都有 如果这个 因为中了一个心脏 本来很弱心 他会恢复 本来一个人 要他挑一百公斤 像有另外一个人 给他分担五十公斤 他挑五十公斤 他就觉得可以胜任了 所以原来坏的心脏 也会好起来 所以这个时候 你觉得莫薄就很乱 两个心脏的莫薄 就互相交替 速度又不一样 我们一看心念图 做心脏感 看的都是两个莫薄 不一致 但是如果一个心脏后来 越来越弱 一个心脏变成很强 那莫薄就是强了 这个人的心脏 主要是这个莫薄 弱的心脏就显示 不辣出来 越科膜 越科膜会节肢的原因是因为 越科膜是由腹骨勾 大腿跟腹部接近那个地方有个叫鼓动脉放进去的 尤其你还是鼓动脉很细 如果换越科膜或那个导管进去的话 下面的血流就没有了 要戒肢 这个其实可以避免的 有一种新的越科膜 它另外有一个分流的导管会到供应你的下肢 即使没有的话 我以前的做法是用左脚的血 用个人工血管接到用越科膜这一只脚的下面去 就可以保护这只脚了 但是做的医师有时为了救命为主 就没有想到很多 等到发现就来不及了 其实这些是可以避免的 我们有时觉得腿在气的话 那心脏又胀起来 我们有时干脆开胸 把ECMO放到鼓动脉的ECMO 直接发插到心脏就可以避免了 我们现在大概都用 干脆直接接个人工血管出来 一开始对 这样的话它两边都可以攻 因为我们这个腿主要是靠鼓动脉的工艺 因为那个管子太粗了 那么我们东方人几乎很少腿不会缺氧的 几乎一定会 因为它那个粗细就跟我们的鼓动脉 跟我们成人的鼓动脉差不多一样粗 那你管子一放进去之后 下肢就没有血 等到你过六个小时八个小时之后 这个腿就要截肢 所以现在我们干脆嫌麻烦一点好了 干脆另外从侧面接个人工血管出来 从人工血管来给这个ECMO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 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有点出血的问题 有时候是这样 ECMO这个东西 实在讲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为什么 我们其实我们也很不喜欢用这个东西 但是有时候不得已才用 因为这个东西很多的一些 它的并发症 有时候脑出血等等 这都可能 但是在急性的时候 短时间用一下是还蛮方便的 刚才提到人工心脏 人工心脏外面一定有个机器 是不是 我没听错吧 一定外面有个机器 我们装那个是外面有机器的 因为那个时候是气动式的 我们那个马达在外头 那现在新的这个AbiumMate 那这种是整个在身体里面 它用电池 电动的 就不是气动的了 电动的 它这个心脏 人工心脏跟马达在一起 那电池用完了呢 然后电池在外头 电池外头 它经过一个电线出来 那这样子是 就不要不是外面 那个马达不在外头 另外一个大的机器 这里没有回答杨迪梁先生的问题 要不要再补充问 朱院长 魏主任你好 请假的问题 因为刚才看到 全人工心脏凤凰7号 那我印象我在20几年前 有看过一篇报道 有关于凤凰1号 那是不是同一系列的一个产品 那刚才凤凰7号 照上面讲 就是在小女生上已经试验过了 而且当初小女过世是因为 因为是因为长得太快了 那如果是人工心脏用在成忍上 是不是应该成功率就蛮高了 但是如果是将来用人工心脏 它维持一个长时间使用 我比较担心的是说 像电池的问题 因为心脏不能一刻不跳 它电池一有换电池或怎样 一秒钟不跳就完蛋了 那是不是就造成悲剧 谢谢 那个原来讲那个凤凰 可能以前才不叫1号了 就是当初郑国财 他做这个人工心脏的时候 其实他用的第一个是在美国用的 在美国用 而不是在台湾 他这个是 他是台湾人 但是他在美国开业的牙科医生 那么他当初 他是因为早期跟这个 他的背景 其实早期他在医院里面 工作的时候 跟他们心脏外科那些医生 比较熟悉 然后当初这些外科医生 他们想要做人工心脏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他 为什么想到他 因为做人工心脏会用到一些素质 做这个牙科材料做的东西 所以就把他找来一块合作了 所以他是这样才有兴趣跟他们一块合作 当初他们在 他为什么叫凤凰 他是事实上在凤凰 美国的凤凰城 在那个地方 好像是St. Luke是哪个医院 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帮他们做了人工心脏 那一次第一次放人工心脏的时候 是因为盐湖城 原来美国全世界只有个 甲维克人工心脏 Javik 大概那个很多年以前 现在没有了 那么那个时候的人工心脏 做得并不怎么好 可是那个时候在美国 是在人体试验的 那他这个凤凰心 人工心脏呢 还没有经过美国FDA通过 做人体试验 但是他有东西在那个地方 做好的 那么那一次他的医院呢 突然需要一个病人 装人工心脏的时候呢 那个甲维克那边又没有 没有东西可以用 所以他就 不管他就把自己的 做的那个装上去了 那所以在美国 他那个那次使用也是 还没有经过FDA许可 那所以他装上去之后呢 FDA就要求他 尽快把它拿下来 做心脏医治 所以他十二个小时之后 就换了心脏 虽然那个换心的那个病人 后来最后也没有活下来 也最后也没有真正 后来那个病人 还是换心之后 并没有成功 但是他那十二个小时的使用 是成功的 他后来在台湾做这个 就是 他也叫凤凰 这个七的意思 是七公分的意思 高度 因为这个 人工心脏做太大 是放不进去的 它是硬的 不是一个软的东西 所以它适合我们 华人的这种大小的体型 是这样子的 他经过一些改良就是了 不过现在目前都没有在做了 因为当初虽然是这样成功 但是因为卫生署啊 它是 就是不让我们再做了 所以就 从此就没再做 那个装了之后 就再也没再装 其他的case 那他也不再做 他就回美国去了 开业去了 全人工心脏 你将来 是全人工心脏 这样子的方向 有什么 就是那个方向 全人工心脏啊 其实现在两种讲法 一个是 新师傅 现在刚刚看到这种小的 这种 轴流式的 或者是这种 磁腑的这种 它是可以帮忙心脏 一部分的忙 就是心脏还有一些功能 然后它这个帮一部分 那这样子的话呢 有些病人可以 维持得蛮久 那全人工心脏的话 是把心脏拿掉了嘛 但这个算不算一个趋势 很难讲 因为有些病人还是 有些人还是需要 用到人工心脏 所以现在为什么 AbiumMate 这个现在是 持续还在做 是因为这样子 先来一些同学 来 单居庭同学 就是我想请问一下 不是那个 听说以后 有可能是以猪来移植 来移植到我们人体 那猪不是成长得比人还要快 那到时候移植到身体里面 会不会就器官会 比较容易衰竭这样 这个问题问得好 但是大家在 没有器官的时候 尽量用猪的心脏来 到底会变成什么 要经过很多人体试验以后 才晓得 我们现在只能期待说 没有心脏的时候 用猪的心脏 如果是人的生命比猪长 有可能你问得很好 有可能猪的心脏衰竭比人快 那是可能要经常换 或者有时候换到人 或者那是人工心脏 现在是永久用 还不行 将来科技发达 可能人工心脏很适合 可能走人工心脏这一条路也可以 将来方向很多 很多我们未来的事情 我都抱持比较肯定的态度 因为比如说我学生时代 心脏病根本不能开刀 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台湾可以做心脏医治 当然现在都实现了 所以我相信未来时间多少不晓得 也许人工心脏可以代替人的心脏 猪的心脏也可以代替 但是有些问题产生我们需要时间去克服的 台湾有多少医生能够开心 开心啊 不少 我们心脏外科协会 起码上百人 上百人 可能有的人 换新的 能够换新的 能够换新的 大概十几个二十个吧 大概有限 有的人换的比较多 有的人可能一年换一两次而已 因为看起来很复杂 对不对 大家很担心 不过还有来源的问题 好 来 我们再来 李胜分 有没有念对 好 来 李分枕女士 大家好 今天很荣幸听到两位教授 那个精辟的演讲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就是目前啊 那个在台湾法律定义死亡 定义就是心跳停止 但是除了机关移植 例外要脑死判定 那知道 之前在台大有一个案例 就是刚刚朱教授有提到 就是心脏取出来 用两套的叶克膜 来维持生命十几天 那像这种状况 心脏已经取出来了 可是我们法律上又定义 心跳停止为死亡 那这个问题来说 不知道梁威教授 对这个问题 这个情况有什么看法 我要做心脏医植 以前我看了好多法律的书 民法第六条 人的权利义务 始于出生 终于死亡 没有定义心脏停止 再叫死亡 我问法律专家说 什么叫死亡 他说死亡是你们 意识决定的 世界上第一个做心脏医植的 巴纳德医植来台湾演讲 我问他那二三十年前的事情 我说你做第一个心脏医植 你什么叫死亡 什么时候叫死亡 法律有没有规定吗 他的回答很简单 当病人说他死亡 他死亡 我很羡慕他 他说南非的医师说他死亡 他就死亡 但是我那时很谨慎法医的问题 所以我想了民法第六条 只规定人的潜力 死亡出生 终于死亡 没有规定心脏停止才算 这是我们一般传统医师 还有民众的想法 现在科技已经进步到 没有心脏心脏停止都不死亡 因为台大那个人 没有心脏十六天 但是他清醒 你可以跟他讲话 所以什么叫死亡 就很复杂 死亡不是像电灯关掉 黑暗就死亡 死亡好像太阳下山 心脏先停止 脑细弯最敏感 脑细弯十秒钟 没有脑供应就运导了 脑细弯赶快死亡 最慢死亡的 最不需要血液的器官 最慢死亡 头发跟指甲是不要血液供应 所以形容僵尸都 头发很长 指甲很长 有道理的 人死亡以后 指甲继续在长长 因为他不需要血液 指甲不晓得人已经死了 所以中国人心中 这样是指甲很长 是有道理的 因为有法医告诉我说 他看了死亡以后 指甲会更长一点 所以人的死亡是 各器官轮流慢慢死亡 指甲跟头发最慢死亡 好 再来 陈奕如小姐 两位医师 我刚才找到就是我说的激素 就是心脏会释放出那个 会刺激心房排纳素的产生 那如果使用叶克膜 那他的心脏要么拿掉 要么他不跳的话 那是否会影响心房排纳素的分泌 这样 谢谢 他刚刚那个问题的时候 他说他是讲 把那个心脏拿了以后 这个心房的那个荷尔蒙 叫natriotic factor那个东西 那么你把心脏拿掉 当然这个就没有 这个荷尔蒙没有 但是短时间都不是大问题 那么长时间当然是不行 但本来这个ECMO 本来也不可能用太久 但他假如不跳 心脏本身不跳 ECMO在走 心脏不跳 他这个我想 他这个荷尔蒙还是会继续产生 这个是应该不影响 因为还是有血液供应 还是有血液 对 我普通讲 平常我们心脏拿掉 不是全部拿掉 他左右心脏后半部还留着 还是有一点 可能会减少 没有难允多 但是我会同意 魏主任所讲的 排纳素 目前看起来没有重要到他 所以要维持生命 还没有那很重要 但是一般心脏移植也好 人工心脏也好 用ECMO也好 心房不全部拿掉 后面都还有一部分 好 那现在我们问答的部分到这边结束 我们给两位这个济世济人的医师一个鼓掌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